大政治大包挂 大家一起来解挂 政党恶斗 shut up 无色觉醒 wake up 观众朋友好 我是周玉琴 大家好我是王悠正 来现场 所以到底总统要提供给选手最好的后勤之援是什么 是52万份的正名连鼠书吗 我真的不想讲脏话 所以我觉得蔡总统讲的是批话 我觉得他根本就不管这些奥运的选手 我不知道民进党在过去对于我们国家的选手 关心过什么事情 你去看看奥运选手的训练村是什么样子 你看看他们吃的伙食是什么样子 我们国家从过去到现在坦白讲 我们对于这些选手 我们的确没有重视 更重要的是 你看这些奥运选手 就算你得了金牌好了 等到你没有参加比赛了 你退休了 你将来生活要怎么过 你一记事场什么 国家照顾你什么 没有嘛 所以我觉得政治人物 真的不要再讲批话 没有意义 都是骗人 而且你去搞证明 搞证明就是代表 你根本不关心这些选手 你不要让这些选手 有参赛的这种机会 你不要讲证明 英文上叫什么 叫Change Name 不是叫证明 证明有legitimize还是什么 我不懂 不要搞这种骗人的名词 证什么名 你到外面去 人家把你当作本来就是一个区域 不是一个国家 全世界你从美国到日本 把台湾当作是一个国家吗 从来没有建交 不是一个国家 把你当作是一个区域 我要讲一个国际上一个惯例 给蔡英文听 在国际上很多地方希望你讲台湾 为什么 他不希望你讲 The Republic of China 他不希望你讲中华民国 因为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 台湾是一个地区 一个地域 我有一次去香港参加活动 我甚至到美国参加活动 我讲台湾 他们都很高兴 我讲The Republic of China 他们都很紧张 为什么 讲Republic of China 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犯的 第一个大的错误就是说 在国际上的认知 台湾只是一个地民一个区域 不是一个国家 中华民国才是一个国家 他偏偏要把台湾拿出去 当作是一个国家 不但想去骗外国人骗不到 还要回来骗台湾人 我觉得真的很羞耻 你们民进党的 你难道什么东西 国际上的东西你都不懂吗 这我要讲的 民进党第一个大的错误 第二个大的错误就是说 你要请中华台北奥会 去申请证明才可以 不是你用政府去申请 这个洛商里面是绝对不许 政治去干预任何一点 奥运的运动的 所以纪正小姐你也别错了 你过去做个选手可以 以你的智慧去决定政策 能不能参加奥运改名字 你是没有资格的 因为不懂的 所以我必须要再讲 尤其像孙力群这件事情 民进党不要再批评了 因为中华奥会出去是要谈判 是要开会的 如果你国际观没有你的英文能力没有 不是代表你会不会做运动员 做运动员能不能去谈判不行的 每一个人的需要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去批评他的政治背景 你不去看孙力群他本身 他自己的英文能力 国际化的能力 你不去看他国际谈判的能力 然后去批判他 又是你民进党犯的另外一个大错误 我觉得民进党为什么 用草包治国了现在 这边都是一群草包了 业狼自大国际上是照你这样运作的吗 你现在国际上你可以跟哪一个国家 去签免税协议 你现在邦交国一个个都没有 你再叫 你叫到最后所有邦交国都没有了 台湾就真正变成一个地名 不是中华民国了 另外最后一点我要再讲的就是说 蔡英文请你醒过来 你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还没有经过修宪 没有经过国内任何法律的程序 证明我们的国家的名称叫做台湾 现在我们国家的名称叫做中华民国 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在任何场合讲说 我们的国民叫做台湾 我觉得你简直是一个真的 天天不是讲批划还是讲激化的人 我觉得莫名其妙 我觉得现在台湾的老百姓要醒过来了 真的醒过来了 民进党要搞台独然后影响到选举 搞公投影响到选举 搞什么东奥改名来影响选举 这是民进党的企图 大家不要再上当了 想想看过去用中华台北 参加任何的活动有问题吗 过去国民党执政 在国际上会受到这样的打压吗 都不会的 所以我希望搞清楚 用我们自己中华民国这个名称 才能够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去对抗 不是用台湾 我也更希望 不要再这样去骗老百姓 因为这样骗老百姓 不但让我们奥运的选手 没有机会出国参加比赛 参加奥运 更重要的是台湾的经济 都因为这样的政治不安定 没有人敢来投资 台湾的经济一天一天的衰退下去 这就是你们民进党执政 想要的事情吗 害老百姓还不够惨吗 而且现场觉得那像什么 我觉得这个什么东西都不像 从设计的角度来讲 也根本就是什么意义都没有 讲台湾together 台湾怎么样together 我这个英文上 我还是不太懂它的意思 台湾together什么意思 台湾不是本来就这个 台湾United我会觉得很好 台湾together 你干脆讲台湾Independence算了 Independence together 我觉得连英文都用得有够烂的 我不要讲它logo的设计了 还有双十 要晓得双十来源是什么 双十的来源就是 那些革命烈士建立中华民国 那个叫双十节 那个才叫双十 就刚好在10月10号双十 所以你要干脆就双十 你也不要了 就国庆你也不要了 你重新再找一个国庆日 宣布台湾独立建国就好了 我觉得民进党想要借这些机会 坦白讲不是羞辱中华民国而已 就是告诉大家讲说 现在已经没有中华民国了 我民进党执政 我蔡英文当总统 没有中华民国了 只有台湾这个国民 只有台湾这个国家 我请大家听清楚 没有经过任何的修宪 没有经过大家的同意 民进党已经宣布 我们的国号叫做台湾 这就是民进党搞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不只是羞辱 大家真的要醒过来 因为中华民国在过去这段时间 大家用下来 在国际上大家还是会承认的 尤其在对岸 他基本上来讲 九二共识当初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一个中国的中国 我们可以解释成是中华民国 这是当初最重要的一个精神 所以你这个也不要 我就觉得那很糟糕 我最近经常跟人家在讲 我说台湾很奇怪 这些民进党的人很奇怪 为什么 他把大陆13亿多14亿多的人口 要把它当做是敌人 你不当做兄弟姐妹也就算了 你把他当做敌人 当做仇人来对待 人家会怎么对待你 第二个 现在的经济 他要讲的一个共治 我刚刚看那个共治 我也讲是共产党的意思 你把那个名字在图表再看一下 我觉得那共治是不是共产党的意思 你把它念一遍 就中间那个共变成共产党 我觉得那是不是一个共产党的意思 因为我觉得在这里面的意思 我完全看不懂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没有 智慧的一个设计之外 我觉得是有意的去抹杀掉 这个双十 我们建国那些牺牲劣势 跟建国那些精神 我觉得他真的要抹杀 另外再讲的就是说 我觉得蔡英文真的 现在做得有一点精神 有一点不太正常我觉得 他很多的事情处理上面 我觉得一个普通有智慧的人 甚至有一个普通的学识的人 都会知道 那样的处理的方式是错误的 但是我觉得他为什么 一定要这样去做 我不要讲说看影带 他有没有土口水有没有其他 我觉得大家去看一看 我觉得在那个场合 你基本上是不会有那样的 一个嘴型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讶异 就是说 蔡英文今天会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坦白讲 如果你不承认我们国家 叫中华民国 你是在中华民国宪法 跟选霸法里面 选出来中华民国的总统 我就不承认你蔡英文 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其实如果说真的有 这种设计比赛净土 主办单位一定会先跟来 参加设计的人去说 我希望你设计成什么样的形状 什么样的精神 什么样的意义 我觉得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以后才是设计完之后 总统再去看 但我觉得第一步到底是跟他讲什么 要不然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图案 现在大家要清醒一件事情 就是全球暖化 瞬间的降雨量 甚至大的雨量 以前做的都不够了 所以以前的方式不是正确的 现在必须要有新的